大白天的南韩街头艳阳高照 行人撑伞防晒 但对双手忙着工作的人来说只能忍受高温 久了恐怕有生命危险 上周光五天内就有357人中暑 尽管政府宣布尽量避免户外工作 却不是强制规定 不少劳工依旧出勤 在南韩经济道这座大卖场 一个月前才传出有排退车的员工热死 业主还是没安排休息时间或改善工作环境 不能休息的还有农夫 不少人还是六七十岁长者 周末在青上北道就传出七位年长农夫热死 其中一人甚至体温已超过39度 专家表示目前朝鲜半岛上空 正覆盖两个高温高压系统 所以尽管下雨也无法降温 凉快温高压系统 专家也忧心新数据显示 目前南极洲海滨面积比45年前同期 已经达最低水准 七月中的海滨面积更比1981到2010年间 消失260万平方公里 相当72个台湾大 调节地球气温的能力正大幅减少 未来热浪恐怕更严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